目前所在位置 就是位在花蓮的富凱飯店 以致在今天凌晨的時候 花蓮發生了連續兩起規模6以上 導致這個市區的富凱飯店 目前是呈現清血的程度 而居然稍早10點21分 以及10點24分的時候 目前現場這邊也發生了 非常有感的余震 花蓮可以說是 從這個凌晨到現在 一直都是震不停的情形 而居然稍早發生這起余震的時候 其實現場晃動的程度非常的大 就連附近的商家 都可以聽到這個門坑坑的聲音 而且甚至有店家是緊急 來拉下鐵門 就怕擔心會受到餘震的影響 而你看到現場富凱飯店這邊 其實它受到今天凌晨規模6以上的地震 導致它目前是呈現清血的狀況 那麼經過評估之後 目前清血的程度大約是12度 不過就擔心說後續這個餘震 持續發生 萬一有越來越大的情形 很有可能會導致這個大樓來倒塌 因此目前相關的單位以及機具 都已經來進駐到這邊 來持續守候跟關注這個現場的狀況 包含稍早這個工作人員的部分 他們也有拿一些缸糧來進行 這個旁邊的加強跟補強 就是擔心說這個傾斜程度 有可能會來越來越大 不過其實一開始發生地震的時候 是傳出說這個富凱飯店是圍樓 不過後來卸服這邊也曾經說 包含這個0403的地震的時候 其實富凱飯店是沒有經過這個 沒有被貼上紅丹跟黃丹的情形 不過由於因為這個富凱飯店 正在進行整修 也因此地震發生當下的時候 其實飯店內是沒有人的 所幸是沒有人來造成傷亡跟受困 不過其實一開始 這個發生地震的當下的時候 附近的商家也有居民 因為就靠近這個鄰近富凱飯店 是有被受困一名巴巡的阿嬤是受困在附近 那麼他的家屬緊急趕到現場 透過這個警商人員的幫助 後來也是來脫困 所幸也沒有大礙 只是受到了一些驚嚇而已 那目前現場警方這邊 其實也擴大附近的這個商圈 來拉起封鎖線 也避免這個民眾闖到裡面來 因為稍早就有民眾也是騎了摩托車 不顧這個警方的指揮 是衝到了現場裡面 招到警方來鶴令阻止了 因為現場的餘震其實不斷 陸陸續續的都一直在發生 也因此擔心這個富凱飯店 有可能會傾斜跟倒塌 所以目前警方這邊 都要來進行一個周邊的管制 那麼其實在稍早的時候 台電人員也來進行這邊旁邊 來看一下這個狀況 擔心說萬一後續要來進行這個補強 或者是有可能評估之後 確定要來猜除的話 這個電路的方面會不會有危險 也在現場來進行做一個評估 不過其實目前現場的這個動作 還沒有大幅度的來進行一個 拆除或者是補強 只是陸陸續續的稍微在周邊 把一些危險的東西 以及大型物體來進行拆除 包含其實富凱飯店 在一開始的時候 它的收尾其實也有被駕上這個圍林 因為剛剛有說到 富凱飯店其實是要來進行整修的 那麼因為目前已經呈現這個傾斜的狀況 所以相關單位先將這個圍林來撤出 所以你看到地板上其實都有一些這個鐵皮 並不是因為地震造成的 而是為了要讓工作人員可以進去 進一步觀察這個富凱飯店 目前清顯的程度 是不是有造成危險 雖然一開始目前相關單位是表示說 沒有立即倒塌的危險性 但是就是擔心說這個花蓮目前餘震 真的是非常的不斷一直持續發生 甚至這個規模程度 有一直慢慢上升的情形 也因此單是說萬一如果下一波 規模越來越大 或者是強度有拉高的話 有可能這個飯店就會有因此倒塌 因此目前也提醒他們附近的商圈 以及商家來趕緊 如果盡量可以不要來營業 就禁止營業 因為擔心說包含鄰近的一點的 這個大樓或者是民宅 有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地震 或者是這個富凱飯店傾斜 來造成它的一些危險 甚至房屋也有可能會有受損的問題 但其實最主要還是擔心說 這個商家以及店家 還有居民的安全跟安危 所以目前現場其實是 將這個封鎖的範圍有持續來擴大 就是要避免擔心說 這個後續的餘震 有可能會導致富凱飯店 萬一真的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他們還比較好掌控 所以目前其實相關單位 都已經在現場來進行觀察 跟這個觀察這個目前的狀況 那我們現場也會在持續這邊 來幫大家掌握最新的狀況 不過現在餘震真的非常的不斷 稍後有最新的消息 我們會將現場的狀況 再告知給大家 我們相關時間還給主播